今年7月29日是第十四个全球老虎日 就在昨天洛阳王城公园今年新出生的两只华南湖宝宝与游客见面了 他们是一队双胞胎兄弟,个个叫风池,弟弟叫电侧 这两只人工育幼的华南湖幼宰出生于4月16号 他们出生时的体重只有1200余克 经过三个半月的人工育幼,体重已达4公斤左右 并接种过三次猫三连疫苗 现在他们每天吃四次饭,两次奶粉,两次牛肉 洛阳王城公园是国内华南湖数量最多的繁殖保护基地 目前共有华南湖54只 湖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希望大家能更多的了解湖,共同保护湖